知道内马尔在巴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 早上10点 一身休闲装的内马尔来到巴萨主场 不得不说马尔这颜值确实帅 经过简单的修整 内马尔换上训练服来到球场 一个潇洒道沟开启今日训练 下午1点 内马尔跟随全队做球员大巴 准备前往课场参加欧冠联赛 此时的机场已经有球迷在等待 还是这里氛围好 球迷可以随时和球星合影 下午4点 内马尔和队友登上飞机 开启课场旅程 经过漫长的飞行 晚上6点 内马尔终于到达目的地 众多女球迷早已围住酒店 只为一堵内小帅的风采 虽然是大排球星 但内马尔还是很热情地给球迷签名 伴随着一晚的休息 时间来到第二天中午12点 带着耳麦的内马尔来到比赛场地 更衣室已经准备好了球员装备 下午1点 换上球衣的内马尔进入训练场 提前适应草坪和比赛感觉 当年巴萨的MSN组合 让世界足坛文风丧感 训练场的内马尔尽情展示桑巴天赋 这技术国足的学多少年 晚上6点 比赛正式开始 内马尔潇洒过人闪耀全场 那时候的巴萨真的很强 随着裁判一身哨响 内马尔没开二度带领球队胜利 他也获得了本场最佳球员 随着夜幕降临 内马尔在巴萨的一天也随之结束 各位 还想看哪位球员的一天 欢迎讨论